第五十一屆金馬獎 最佳男主角項目 戰況激烈 日本男星永賴正銘 在國片卡諾飾演魔鬼教練 外表嚴肅卻默默關心球員 演技內斂備受肯定 成為金馬獎史上 首位入圍影帝的外國演員 我剛才的卡諾是非常特別的 1931年 一生都沒有弱勢隊 卡諾飾演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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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現 甚至是獎優勝 我實在的監督監督 我已經做了一場 今天每天卡諾飾演魔鬼 走 台灣演員方面 唯一搶進入圍名單的男星張震 則在武俠動作片 秀順刀有精采表現 加油 張震在片中展現俐落身手 為了詮釋錦英慧角色苦練刀法 除了精采武打戲 片中和劉詩詩的情感糾葛 展現鐵和柔情的一面 這是張震相隔九年第三度問底金馬影帝 每一次你去頒獎典禮 都會覺得好像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就參加一個典禮 但每一次一到那個獎項 快要頒發的時候 你就會越來越緊張 會特別期待得獎 每一次能夠被金馬獎聽 對我來講 是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鼓勵 讓他走 我會殺她 你們要看她嗎 我會殺她 讓新劉青雲 前年奪下金馬影帝 今年再度入圍 她在警匪片掃毒 飾演警察 為了棄捕販毒集團 犧牲兄弟秦姨 內心痛苦掙扎的情緒 演得淋漓盡致 大陸硬底子演員 陳建兵 一改後宮甄嬛傳裡 霸氣的皇帝形象 在自導自演的電影 《一個勺子》 以粗控扮相 詮釋善良傻氣的木陽人 陳建兵除了問鼎及馬影帝 同時也以國片 軍中樂園裡的老名角色 入圍最佳男配角獎 最佳男主角熱門人選 還有今年在柏里影展 稱帝的大陸演員廖凡 她在電影《白日焰火》 飾演落魄警官 調查離奇命案的過程 愛上關鍵涉案人 細膩演出人性虧案面 同片女主角歸倫美 則眼活外表清秀 卻暗藏秘密的洗衣女工 入圍最佳女主角 會倫美近年來積極轉型 跳脫以往小清新形象 連續三年入圍 實力有目共睹 那是凡年期的 可是我現在才45歲 還有比你更糟的 另一位台灣演員陳湘琦 在過片回光奏鳴曲 精準演繹失業中年女子 面臨更年期的複雜心境 豐厚呼聲高 陳湘琦先前奪下台北電影節以後 金馬獎能否延續氣勢 再下一程 備受關注 其他入圍的大陸女星 同樣來頭不小 大陸影后鞏麗 在國際影台獲獎無數 今年以張藝謀指導的電影歸來 首度入圍金馬 片中她以一身朴素裝扮 飾演失業婦人 等待勞改帳戶返鄉 揪心演出牽動觀眾情緒 你好 映玲 你好 大陸女性湯瑋 則在電影《黃金時代》 獨條大樑 演出名出傳奇女作家蕭紅 敢愛敢恨 充滿戲劇性的一生 湯瑋開拍前 大量閱讀蕭紅的作品 完全融入角色 舉手投足充滿文人氣息 不是現在 你就沒有好好聽我說一次 你看不見我們農村 不是 我們怎麼不能把雪糕搖 去年升格當導演的趙薇 睽違三年再度回歸演員行列 在電影《親愛的》 飾演失去孩子 歷經滄桑的農村母親 內心戲感動不少觀眾 為了詮釋農副角色 趙薇刻意扮醜素顏演演出 堪稱從英以來一大突破 今年男女主角入圍者實力堅強 為金馬獎增填話題 誰能坐上影帝影后寶座 影迷拭目以待 中央社綜合報導